接下来请收看 持登法船 欧美红发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速公路旁绿容地毯般的直坯 一路铺成原野持有的华丽 来到位于萨尔斯堡沃尔夫冈湖区的圣吉尔根 众人搭乘高空缆车 欣赏沃尔夫冈湖区尾岸的优美风光 圣吉尔根 相传也是音乐家莫扎特的母亲的出生地 由于莫扎特的圣名而备受瞩目 尽管莫扎特并未访问过圣吉尔根 沃尔夫冈旅游局 仍将圣吉尔根冠以莫扎特村之名 表达纪念及荣光 圣汇 沿途 徒法师不忘识咒识水 祈愿尽虚空遍法界 六道有缘得寿赶露 并后果观想 祈愿菩提种制 融入圣境 广度十方 末了 众人借助一千四百九十米高峰 合影湖区三轮美景 然后带着 保揽群峰的喜悦凡尘 绿影梭婆间 凌空窜起的缆车 就像山间的宝石竹链 为众人含藏美丽维艺 回到湖区 附近市巧有一座墓园 海涛法师与佛子们 随即前往尸洒干露 慈悲有缘众生 在奥地利 许多文化古迹 及史前文化聚落 尤其沿湖区沿岸 中世纪的宗教建筑 甚至是大型的史前墓区 都灭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 来到月亮湖畔 由湖传好岸 随手开心地与众人打招呼 众人也热情回忆 并依序上船 才一座定 海涛法师便合掌念佛 持咒识水 众人也被托 诗识水米等不用 准备在游湖的行程中 慈悲众生 当游艇缓缓行进 大和尚也高举宝瓶 右转经轮 并领重念佛持咒 祈愿佛力加持宝瓶 随后将宝瓶投入湖中 祈愿水中龙族安居其所 诱到众生离苦不得乐 传行中 随手使佛藩快乐挥舞 佛子们也欢心派手 并以小费结缘 随喜祝福 沿途 法师不断向湖面 施洒慈悲甘露 佛子们也随法师 持诵经咒 并诵持慈悲焉共一轨 以辩识咒 甘露水真言等 加持甘露水迷等 慈悲诗实 无曲永远众生 随后年轻水手 耿热心地将五色旗 悬挂在船险上 众人欢呼拍手 随喜善缘功德 绿水悠悠的月亮湖 天空静暖如水 白云皎洁静亮 青山绿带 草阴绵绵 典养游近 游若四万桃源 而湿化般的月亮湖 名称的由来 相传是一位公爵 某日在湖区受灭 暮色中 于山岩间一路 差点落下悬崖 此时 满月突然 从后云中显出 公爵也借由 湖面映月的光而得救 于是他誓言在湖畔 建造一座修道院 并将此湖命名为月亮湖 在友善的接待与欢喜的祝福声中 众人愉快地下船 圆满了游湖诗实的慈悲功德 回到湖畔 法师利用碰打 领重慈悲诗实 绿游游的湖岸边 清澈见底的湖水 再度见证大乘佛教慈悲诗实法门 其悲悯众生的慈悲与祝福 沿着湖岸一路前行 沿湖沿岸 存在着许多古迹 尤其位于 萨尔茨卡摩古特的 哈尔斯塔特 其史前文化遗迹 更是欧洲人类文化考古的重要资产 中楼与教堂 犹如地表一般 安静守护着哈尔斯塔特湖畔的青山绿水 与四季风光 早期从哈尔斯塔特到达克斯坦地区 因盐矿而称赋当地 直到当代 更以其山水风光 与陆列保护的世界文化资产组成 成为观光与考古热区 公元1846年 人们在此发现了大型的史前墓地 成为探索哈尔 佛子们已经在慈悲诗诗的路上 趁着悠悠绿水 吞下金光之前 要为当地总生 举办一场慈悲诗诗法会 来到铁道旁 绿草如荫的移除空地 仿佛苍穹间浑然天成的法座 张毙迎接佛子们的慈悲善性 海淘法师守直甘露妙香 领众招请十方法界九幽十类 并上贡下师 以烟贡 药贡及慈悲诗诗仪轨 变化无量 湖边甘露 饮食受用 为友情众生消极简然 却苦去痛 法会中 大和尚更为与慧众的 开示慈悲法要 我们经常去教堂或看到十字架 你要把你所修的功德融入 在那个十字架 或是教堂里面的圣像里面 因为这边的信仰就是教堂 甚至听到教堂的敲钟的声音 你要把那个功德融入 愿他们念一下 听即解脱 见即解脱 他们看到了就得到你的功德 所以我们把佛菩萨的功德 我们自己的功德 都要融入在这些圣像里面 不分它是什么样的宗教 甚至把我们的功德融入 他们在看那个国王湖很漂亮 他们都老远来看那个湖水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功德融入在 他们喜欢看的对境上面 这些湖水上面 漂亮的山 雪山 所以看到雪山也得到我们的功德 所以要这样学习布施 要转化所有的都变成圣境 看到很高的山都变成佛塔 看到太阳 变成文殊菩萨 看到月亮 所以要把它转化 转化一切 所以所有众生都看到了极乐世界的圣境 所有众生都看到 阿弥陀佛观音菩萨 所以晚上点灯的时候 就非常有悲心 因为一点这个灯 它就可以脱离孤独苦 它就会看到它的家人 爱人 但是我们还希望它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念咒语也是从心间 观想 莲花 日月轮 总子治 佛菩萨 欧阿弘 布施给对方 不管做什么功德 都要回向 你越能够回向 这个功德 生生世世都跟着你 永远不会散失掉 如果你没有回向 等一下你不小心生气了 起心动念了 那些功德就全部烧掉了 所以我们不管做大小的 一切功德 都要回向 细照与徽中 慈悲烟云漫天异物 在大和尚与众法师的待遇下 众人挥舞佛藩 祈愿借由药共 及烟共法会的慈悲功德 编地六道有缘众生 文法饱足 离弃恶趣 惜得解脱 纳粹集中营 一个见证邪恶共业的人造地域 无边的高墙 曾是纳粹独裁政权操弄下 将高科技用在大量屠杀 异竹等暴行的重点场域 其中被德国纳粹政权 设置在当时的战败国 奥地利境内的纳粹集中营 茅特豪森集中营 是最大的一个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 战时的茅特豪森集中营当中 有近二十万名战俘 即被屠村后遗留下来的妇孺 其中约十万名被杀害 或死于曾被囚禁 尽管事过境迁 如今集中营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作为各受害国及族群 立碑纪念的营区 但这段令人不忍翻阅的 残酷事实 却更因被淫为硬件 随海淘法师效法菩萨 闻生救苦精神的佛子们 在奥地利的红法行程中 来到茅特豪森集中营 祈愿借佛法威德 集中营的战斧亡魂 及所有往生众生 能解脱苦人 从毒气室到焚化炉 没有人确知有多少 被当成实验的活人 在此遭受毒杀 调位亡灵的纪念碑周边 只凝住了一种 近乎死急的沉默 一面五十米高 几乎垂直的眼壁下 是当年的集中营采石场 而今早已爬满了绿草清漫 佛子们在草地上铺排各种饮食受用 摆设防贵坦承 并在亡者纪念碑前 为往生众生 轩然药食严共香 法座上 海淘法师领众齐请诸佛菩萨 及西方诸大圣者降临 加持法会 并慈悲招请集中营内 受苦死亡众生 共赴法宴 除了佛陀晨道月 今天也是地藏王菩萨 殊胜功德加持日 所以今天所做的扇行 念下一千万兆倍 一千万兆倍 所以今天为了来集中营 在台湾放了五十万尾的蚯蚓 五十万尾的五大鱼车的鱼 一万盏菩提心灯 还有做大烟共 来回向这个法会 乃至所有因为战争集中营各种虐待死亡的所有友情 所以大家升起这个大悲心 为他们念甘露诗诗语诡 在法师范辈的庄严带领下 佛子们统生慈悲 普召集中营受难往生者 及所有幽民众生 前往听经文法 普受甘露美食 法会中 法师为受苦众生 施洒甘露水米 借诸尊菩萨的真言 咒语 为众等消罪免迁 并领众现实供养 增上善业福田 借由虚空葬咒 与不动佛心咒 祈愿众生消弥愁苦 众人随着法师同身犯背 挥舞佛藩 愿众生 离脱热闹 忧不诛病痛 随愿生净土 我为所有受难者 我为所有受难者 集中营死亡 各种孤魂 各种孤魂 供养三宝 殿下香花登土国 茶食宝珠衣 供养三宝 供养上帝 祝法善神 欧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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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道有其 六道有其 一切孤魂 一切孤魂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 这个世界是痛苦了 只要有贪嗔痴 就有对立 各种民族 各种形象的对立 唯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的对立都没有 大家外表长相 都跟阿弥陀佛一样 各个听闻真理 将来正的解脱 普度众生 所以观想极乐世界 愿他们 接得愿往生 必定往生 有信心 发愿 乃至一个念头 都能够往生净土 来 愿神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法会现场 被称为死亡斗梯的石梯 也是当年战俘们 搬运延时 直到虚脱的过程中 意外或受虐 惨死的众多事故宣传 法师慈悲地 将烟供炉 设于石梯附近 祈愿烟供 诗诗燕云 幻化无量无边 饮食受用 往生众生 得寿诗诗 是西街宝珠 诗诗的现场 有许多外婆友人 了解过诗诗背后的慈悲动机之后 也都热情参与诗诗行动 体现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的大乘佛教精神 最后法师移驾石方谈臣 为集中以内各种受苦死亡的 犹太人及各国战俘 妇孺等冤魂 领众诵诗心经 往生咒等 愿众等亡魂 魂法信空 解缘世界 解由诗洒甘露水米 燃熏药供 燕供等慈悲法门 祈愿众等冤魂 随愿离苦 往生极乐祈祷 末了 法师领众观想西方极乐世界 回向所作功德 祈愿佛力加持 受苦众生 兼能离脱苦海 灯福亮光福境界 法会结束后 佛子们在现场悬挂古色佛旗 祈愿随风养诵诸佛威德 让佛陀的慈悲善法 在异教国度也能开花结果 菩提片线 被视为奥地利重要的文化和精神中心的梅尔克修道院 位于奥地利州的小镇梅尔克山沿上的瓦豪入口处 梅尔克修道院 以其宏伟建筑文明世界 更因其历史渊源与文化 入列联合国教科文主之之保护对象 西元1089年 本赌会和僧人来到岩石上的寺院 在牧林工作上实施完整的传统教育 包括祈祷、工作和学习 也相对地影响了当地的文化领域 在参观过梅尔克修道院之后 随行弘法的法师与佛子们 来到山下的湖畔 为六道众生燃熏药食严供 法师并于湖中投尸宝瓶 祈愿有缘众生安住自在 往生亡灵息获安慰 德超三徒八奈诸库 另一方面 海淘法师透过梅尔与当地动保团体的负责人认识 更透过对方善意的邀约 前往拜会当地的同一主教 来到位于市区的天主教祖宗教堂 庄严神圣的建筑外观 有着历史熏染的深刻印记 教堂前 骏马拉车偶然穿梭其间 搭搭的马蹄声 持续传承着当地历史的传统风格 在工作人员熟门熟路的带领下 让国中庭溅入内厅 纯白色的梯廊 镶嵌着栩栩如生的宗教艺术雕刻与笔式 楼梯内一整片的墙面上 整齐格列着教会历朝历代红衣主教的肖像画作 充分彰显教会组织 对于宗教人文与历史传承的重视 等候的片刻 海淘法师透过警官合掌祝福 就在当下 身着黑色西装的红衣主教推开厅门 上前握手寒暄 并礼貌地向来客一一致意 表达欢迎 红衣主教特别亲自全程授课 令人背绝温馨 华登初上的奥地利街头 法师已加持过的结缘品 随机赠予有缘人 祈愿后过祝福 有朝一日 说婆世界 片线 菩提此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每一个流行佛法的地方 一定会看到佛陀的塔 设立塔 为什么 佛的塔代表佛的心 菩提心 也代表成佛之道 能够看到佛塔 能够拜佛塔 能够绕佛塔 供养佛塔 都有无量的功德 消除无量业障 一只鸟飞过佛塔 乃至影子 它就脱离三个道 乃至将来 也可以走入成佛之道 所以希望各位 多发心造 不分大小的佛塔 多礼拜佛塔 阿弥陀佛 中华应经协会 邀请大众一起造塔 绕塔 供养佛塔 走向成佛之道 滋养生生世世的会命 护持正号 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应经协会 生命点是 盐水药师道场 举办礼拜三千佛 点万灯 供万水 护生 祭慈悲师师法会 恭请占尽法师领咒 日期 2月17号星期六 至2月19号星期一 大年初二 至大年初四 上午九点 地点盐水药师道场 地址 台南市盐水区 安内里 新安内1-12号 联络电话 06-652-2170 06-652-2170 法会备有消灾 抄建牌位 供大众填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位于维也纳市郊的维也纳中央公墓 入口两侧对应的异象建筑 以高处如临的大小石碑 与幻影的人形雕塑 是亿以往生者的遗体安息之地 不问天堂或地狱 一旁花铺 陈列着精心铺牌的各式花树与文化 综艺最灿烂的花园 等着为诺元的访客 展露最深情的问候 自1874年以来 维也纳中央公墓 以其艺术风格及许多纪念馆 成为维也纳的特殊展露 自1874年以来 在这片欧洲最大的墓园当中 更藉由贝多芬、苏伯特、布拉姆斯等 许多世界名人遗藏此地 而成为墓园特色 透过旧有的一座室有树道各式碑石的弧形墙廊 对树草荫的弱大墓园内 座座墓碑 像是一夜又一夜安息园中的故事飞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来到墓园中 慈悲的海淘法师领众齐请诸佛菩萨 及三宝加持 并持咒摇领 请各宗教主神慈悲领导 为说佛世界各地本物区 各种亡魂送进持咒 慈悲适时 原生草草 远来的佛子 慈悲的法律 像是要催醒满源寂寞的灰魂 饭费生生 犹如天荒 为森森幽灵 过雨而来 本物区内荒草斑斑 海淘法师领众生入国区 沿途阳谷国藩 宋石佛号及行经 愿六道受苦众生解冤事结 离苦等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敬销 敬销 交接风火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末了 佛子们于墓园中点亮三盏灯竹 愿笔灯照过五米一块 导引众生迎向菩提智慧之光 更借高选的五色一白 迎风扶送佛法慈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历程宫 是奥地利入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之一 更是欧洲最令人惊叹的古典建筑地标之一 依其易英 又称贝尔为地宫 1945年起至今 原为尤金爵士避暑下宫的历井宫 集成为奥地利在国际上的艺术展览空间 并持续保有许多国际艺文方面的交流与珍贵电厂 对于奥地利而言 地井宫在历史上集聚重要地位 1955年5月15日 四个占领国再次签署奥地利中立条约 奥地利进而恢复了中立核自由 古后的维也纳建筑物向彼此调和 而又风格格具具的个体 在苍穹之下 各自守候着一方清空 仿佛艺术在文化里生了根 道路洁净 势集天净 声音是宇宙的原因服务 闲适的人们 悠游在无韵和谐的氛围中 每项一种内化于生命中 无需角逝的自由 从中世纪的布补之地 到十三世纪发展为世纪一 进而到了十五世纪的展场大街 拉格本大街 也是宗教游行偏好的热乱场域 大街上的石柱雕塑 引用十四世纪及十七世纪 鼠疫脉延期间 堆尸如山的逼真情境 来纪念长塔数十年当中 死于欧洲世纪黑死病的大洋人口 海淘法师领重就地结界设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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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慈悲诗实法会 法会中法师领重慈悲招请并透过翻译 导引外国友参与法会的进行 在法师慈悲的导引下透过翻译的说明 让当地民众能借由 施实法人背后死灰的动机 进而了解且清静活放 简单地说 各位每天拿到水 就先供养佛 供养神 滴几滴给众生 自己开合 所以这可以在世上做 前面喝水 可以这样做 愿意向所有灵状 或所有灵状 我们最主要是要培养 对佛 对神的虔诚 也要培养 对其他生命的慈悲心 爱心 因为大部分的人 拿花 点灯 都是要拜佛 拜神 但是很少人想到 把这些给那些可怜的 最可怜的鬼 那个更慈悲 所以佛陀说 你本来拿一盘很香的食物 要给佛陀吃 但是你看到流浪狗 你有了悲心先给狗吃 佛陀说 那比供养佛陀力量大 功德大 佛陀说 优优优独播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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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简单地说 不管你是佛教 天主教 基督教 我们学习的就是 爱可怜的众生 爱可怜的人 这才是重点 所以很简单 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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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以后人家问你 信哪一个教 你可以不愿回答 你可以回答说 慈悲的爱 平等的爱 才是我们的宗教 所以 我愿意 在未来的 如果有人问你 什么 religion 你可以说 这个宗教 这个宗教 是我的宗教 所以任何宗教都在强调爱 但是既然强调爱 它却会去杀掉小鸡 杀掉小狗 那可能就是一个不圆满的 所以 我们既然强调爱 就没有敌人 没有魔鬼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 要留意 所以我們沒有猛鬼 沒有精神 真正的敵人 真正的魔鬼是我們的心態 我們裡面有慾望有恨 那才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我們透過 不失水 不失食物 培養愛 培養慈悲 就可以消除我們內心的不好的魔鬼 鬼神都可以吃得到 你的身體就會好家 當下 海淘法師也透露了 未來在歐洲即將展開的救馬行動 我們昨天又決定了一個善事 要在歐洲開始救那些馬 那些馬在幫人家馬車 他老了就被殺掉 那是我們現在我們兩位會長 就是希望那些馬退休了以後 不要被殺掉 然後有我們德國的保護的動物的會長 還有我們奧地利的那一位帥哥會長 他們要替我們想辦法 救那些馬退休了不要被殺掉 這也是一個功德要講出來 这是一优优独播剧场的优独播剧场 因为今天特别讲是大家喜欢的这个功德就有更大的力量帮助帮助死亡者所有被杀的马都可以超渡了 透过海涛法师的慈悲开示与引导许多当地的民众也参与发挥的慈悲施食行动 随后大和尚来到十方谭诚前出发 随着经咒欢废 直处遥临 施洒甘露水米 燃熏药食烟火香 并微如金斑 祈愿佛法甘露苦祭群伦 六道众生离苦得乐 末了大和尚领众回向 众人在谈诚前虔诚奉送相继 刹那间仿佛众人的无体种子已在当下一样 法会结束后 民众纷纷前来齐情加持 大和尚也一一结言 随所远近 为众人开示及加持 就像冥冥中自由的安排 终身响起 法师也亦大众所求何以 笑容像火花 留住养下最慈悲的庄严 法师也亦大众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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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维也纳市中心的过夫堡 最初是建于13世纪的风绝城堡 后来成为当时王朝的皇室宫殿 直到1918年 人为奥地利联邦政府总统官邸所沿用 霍夫堡在19世纪拆除城墙并破建维也纳 且于1958年向公众开放固分区域作为会议中心 每年约有300至350场的各式盛大活动在此举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历史上成为拿破仑两度占领进驻的美全宫 也是古代神圣罗马帝国 奥匈帝国 以及哈姆斯堡王朝的皇宫 更是奥地利入列世界文化遗产 保存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 来到美全宫 海淘法师领重与美全宫前往常合影 并将所作功德西街回向 说口世界六道终身 原版成就当下的无体善任 海淘法师预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自然与人文共同概念化 导入建筑作品的白水公寓 可谓当代建筑作品当中的哲学创作 在创作者的概念中 地板或樱花板可以成旋律般的起伏 屋内可容大树生长 乃至从窗户衍生出树木的枝芽 以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并存的形思与理念 大方广佛华眼经济 若见城阔 当愿众生 得监护心 心无所躯 若见王都 当愿众生 功德功俱 心疼喜乐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做个菩萨就要慈悲 慈悲就要赶去救苦救难 台湾现在有个问题 流浪狗弃养的问题 很多爱心人士很热心地去搜留这些流浪狗 十只变二十只变成一百只 他们根本附和不了 所以很多甚至送到护生园来 我们现在也附和不了了 超过三千只了 三千只一个月光吃的开销 人员开销一百三十万台币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 所以就近来讲 希望各位不要弃养 而且要多认养 以认养代替购买 再来更要护持那些爱狗人士的 这些金钱开销买饲料等等 所以护生协会也买了很多狗的素食饲料 不断地去护持送给他们 但是永远不够了 所以希望各位多护持台湾救狗协会 那是附近的爱心的救狗的单位 护持站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民台湾救狗协会 生命殿市高雄慈悲道场 地下一楼 联络电话 075569911 075569911 生命殿市基隆法研寺 举办供佛摘天 点腕灯 供腕水 护生 药贡 即甘露诗诗法会 恭请占有法师领众 日期 2月24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地点 基隆法研寺 地址 基隆市七堵区东新街65向48号 联络电话 02-2456-2057 02-2456-2057 上午7点半 与七堵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地址 对于爱吃也喂肉食的人 可谓他用水果 先盖上盖子 供佛食再打开 祈愿他少吃肉食 水果的香味供佛 这个香味就可以把它的肉味的执着消除掉 了解吗 对于爱吃也喂肉食的人 可谓他用水果 先盖上盖子 供佛食再打开 祈愿他少吃肉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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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明天是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咒读一切生命 是钟声里哭的了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 奔怀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